我之前一直用的桌面置物架 在更换了鸽板以后 其实整体还不错 但手工制作难免存在精度不足的问题 很多细节看起来还是粗糙了些 于是我就打算升级一下 换一组更加精致的支架腿 虽然可以找工厂定制 但这类定制产品不仅成本高 周期长 最关键的是会失去了DIY的乐趣 而自己动手的话 除非购买昂贵的专业工具 不然效果的提升非常有限 权衡之后 我最终选择了3D打印 它设计自由度高 耗材便宜 还能快速试错与迭代 如果不想自己设计建模 还能下载现成的模型图纸 不管是DIY大神还是小白 都能快速上手 我这次想要尝试不同的风格 所以参考了Okeywood的设计 在Fusion360中自己画了一个 并加上那只鸽板的支撑结构 打印的时候 我特意开了绒帽效果 调整参数后 就能得到一个类似软木的纹理 让成品几乎看不出层纹和截缝 整体更加美观 之前纳米胶贴合的方式 虽然还是比较稳固的 不过我还是增加了M3螺丝孔位 并预留了纳米胶的凹槽 这样不管是使用哪种方式安装 都能轻松适配 增高架腿的底部也预留了凹槽 可以贴上软木贴或者毛粘贴 起到减震和保护桌面的作用 除了置物架腿 我这次也打印了一些美观使用的小东西 首先来看这个我非常喜欢的翻译日历 这个日历左右两边的旋钮 可以分别控制月份和日历 每次翻动都会发出清脆的哒哒声 仿佛在拨动机械齿轮一般 伴随着物理顿挫感 解压又好玩 置物架的内置隔板下面 我放了一个打印的收纳托盘 有了这个托盘 拿去隔板下面的东西就方便多了 再也不用伸手翻找半天 桌面置物架的另一边 还有一个打印的小花盆 配合宜家的假植物 尺寸刚刚好 装饰效果非常不错 看完了置物架的调整 我们再来看看桌面上的其他变化 首先这里最大的改变 就是升级的游戏主机 这一次选的是新一代的 红旗掠读者Orion 3000 虽然没有上到顶配 但完全能满足我的日常需求 新款机箱摒弃了张扬的电竞风格 采用简约的传统机箱设计 但标志性的掠读者logo依旧保留了下来 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 键盘方面 我目前最常用的就是铝厂的MG65 Pro 它采用铝合金外壳 经过阳机两化和电影处理 手感细腻且耐用 键盘尺寸为357×108×25.5毫米 重量约为1030克 虽然不算大 但经常携带的话还是偏重了一些 键盘的右侧带有独特的快捷键模块 除了可自定义的滚轮以外 还有一组多媒体键 以及无线接受器的收纳舱 这把键盘的手感非常特别 键轴采用了定制轻语轴 触发压力40克 形成2.8毫米 按压时并不会有普通线形轴 一按到底的感觉 却也不会有段落轴明显的顿挫感 手感介于薄膜键盘和机械键盘之间 键盘搭配了雷确结构和多层填充 让按键声音有质感的同时 却不会吵闹 可以说达到了线形轴声音和手感的完美平衡 前段时间 我将用了两年的毛毡桌垫 换成了麻料材质的 虽然比毛毡更容易清理 但鼠标滑动不够顺畅 所以我就又加了一块 洛飞的烧面鼠标垫 这款鼠标电子做工不错 操作丝滑 还能双面交替使用 适配不同的座搭风格 看完了桌面部分 再来看看房间的其他变化 我的工作室不大 比标准停车位还要小一半 为了给3D打印机腾出空间 所以房间的布局 这次进行了比较大的改动 我首先调整了桌子的方向 由原本的背面贴墙 放置改为现在的侧面贴墙 并且将椰博割架和RS抽屉柜移到了房间的另一侧 这样就腾出了位置放置一架的哈沃鲁吧台桌 这张桌子的台面尺寸为100x60厘米 两侧带有独特的梯架 可以悬挂各类工具小卧 之后有需要也可以加装动动板 进一步拓展可用性 另外梯架的顶端还有一条横杆 可以挂在小型相机和不光灯进行俯拍和打光 用途非常丰富 接着再回到桌面上 这里我放了一台拓竹AE3D打印机 右边是它的多色打印系统AMS Lite 这期视频里的所有DIY单品都是由这台机器打印制作的 对于我这个初次使用3D打印机的人来说 这台机器可以说毫无上手难度 机器支持自动调频 主动振动补偿 镜料监测 主动流量补偿等各种自动化功能 基本无需手动调整 安装完直接开打 AE打印快速 成品精度高 搭配AMS系统还能进行多色打印 可玩性非常的高 耗材烘箱的前面则是一盏3D打印的台灯 这一盏台灯是基于一家富洛迪 使用Moonshake Computer Club的3D打印套件改造而成 相比原版的富洛迪来说 升级版外观更现代 工业感更强 并且提升了高度和可调节性 更加适合作为工作灯使用 这个套件需要自己贯注一个配重 我这里为了干净省设采用石膏制作 但石膏重量不够 使用时会有点不稳 所以最好还是照作者的说明 使用水泥来制作配重 桌下我放了一个一家的奈斯福斯手推车 一些3D打印常用的东西 我都会收纳在这里 拿去起来非常方便 之前的耶博小桌子 现在则被放置在了哈沃鲁吧台桌的前面 一起移过来的 还有这个多次出镜过的手势盒 我现在主要用它来收纳常用的3D打印工具 由于这个手势盒的抽屉没有分隔 东西一多就容易乱 所以我就想要找个收纳托盘能够把工具单独放置 说到工具的收纳 这里必须安利一下拓足的makeworld社区 一个属于创客的宝藏库 makeworld上有许多大神上传的各类模型 除了注重功能性 使用性的模型以外 社区还有大量玩具 摆件 手办 甚至这种复杂精巧的模型 都可以免费下载使用 几乎可以说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你找不到的 我在手机app上简单搜索了下就找到了几个合适的模型 桌子点几下就能自动开始打印 完成之后就可以分类存放各种工具 避免工作台面杂乱无章 椰博桌子的另一半我把它留作操作台面 打印完的模型可以直接在这里修整组装 顺手又高效 脚桌子的下方我放了几个宜家的萨姆拉收纳箱 我在makeworld找到了一套专为这款收纳箱设计的配件 简单改造以后就可以作为干燥箱使用 不常用的耗材存放在这里就不用担心受潮了 经过这段时间的深度体验 3D打印已经从一种工具 变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现在每晚睡前我都会打开makeworld 像光创意试剧一样寻找有趣或使用的模型图纸 在没有3D打印机之前 我从未想象过自己能够如此轻松的将天马行空的创意变为现实 它不仅让我的桌面更加精致整洁 还解决了许多生活中的小烦恼 如果说哆拉A梦的白宝袋是童年的梦想 那3D打印机就是成年后的造梦机